兄弟起口角,弟弟糞而持刀砍哥哥 嘉义是一对兄弟都在海产店工作 弟弟不满老是被哥哥数落 跟老板娘走太近怀疑搞暧昧 一时情绪失控就持菜刀砍伤哥哥的颈部 哥哥一度失血过多,意识模糊 还好经过抢救之后,生命迹象恢复稳定 不过让警方感到压抑的是 弟弟在行凶之后态度还很淡定 看到警察还说,人就是我砍的 救护人员紧急止血将担架上的伤者松医 只见男子左锦受伤还因为失血过多 一度意识模糊 而他身上的刀伤是弟弟害的 案件就发生在嘉义市这间海产店 邻居目睹流血冲突简直吓坏 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俩相差37岁 近期哥哥受雇于海产店工作 怕弟弟生活没人顾 找他一起来上班 只是眼看弟弟跟老板娘越走越近 怀疑两人是否搞暧昧 常数落弟弟,迎来兄弟嫌隙 就在30号傍晚,两人再起冲突 让弟弟份儿吃刀伤人 邻居亚裔表示,弟弟犯案后态度相当淡定 见到警察还直言人就是我砍的 完全没有行凶后的紧张情绪 兄弟之间因嫌隙发生口角 竟然衍生持刀砍伤 当场逮捕行凶的犯贤及查扣 这万六个菜刀 担心弟弟介入他人感情反遭砍伤 同性哥哥几世到院抢救后 生命迹象稳定 警方已经将行凶的弟弟带回 进一步厘清犯案斗机 记者蔡从无家一报导